不是有问到吗 中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通过交流嘛 交流 合作 最后交融 那不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吗 思想上也是一样 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 因为它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一家人它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求大同 存小义 建立更多的共识 国家之间 家庭之间 家庭内 亲人之间 得被是这样 中美关系史 是一部两国人民 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是靠人民书写 未来呢 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两国各界人士要多来往 多交流 多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什么事 他们都要等于 我们都要等于 我们就会 订阅 转发